杨超越回应排名第三的感受,网友,终于知道女星为什么要整容了。 创造101的总决赛倒计时只剩下两天了,而我们的村花杨超越也顺利地杀到了第三名,并且在季军这个位置上牢牢站稳,没人能够挤下去。 这也就让杨超越信心慢慢了。近日,网上还放出了一段杨超越目前排名第三名的感受。 杨超越这一次可谓是信心十足的样子,一扫过去动不动就掉眼泪的模样,说道,世界之大无奇不有,杨超越排名第三怎么了? 随后后续也有些底气不足地说道,虽然实力一般般。 不过明眼人都看得出,杨超越那来自灵魂的喜悦,毕竟按照他当初排名第二的时候,他的宣言,那就是,我粉丝给我投的,我就坐在那,我不怕。 而杨超越的言论,应该说每一次言论都会引起轩然大波吧? 这一次也不意外,很多网友看完后,第一时间不是dis杨超越的实力和地位不匹配了,而是感慨道,终于知道女星为什么要整容了。 为什么近些年来女星们要去整容,整出一个好颜值呢?看看杨超越和王菊,大家就肯定能够知道原因了,尽管王菊实力比杨超越强,歌唱跳舞样样能行。 但就是输在了颜值上。 王菊长得一般,所以哪怕一度排名到了第三名,最后也被挤出了出道圈,而杨超越长得很漂亮,所以哪怕一度被挤到了第九位,如今也顺利的杀回前三了。 这就是颜值党的胜利,也说明了大众对女明星的一种态度吧,可以没有实力,但一定要长得漂亮。 像是演技尴尬的Angela Baby,之前负面新闻不断的杨幂等等,她们虽然偶尔会因为表现得不好,遭到网友的调侃,但是她们长得漂亮,等到事情过去后,网友们忘记了不好的东西,就会重新接受她们了。 杨超越的发言就不评价了,反正她也说得很对,这是她的粉丝给她投的,是在规则的范围里她排到第三的,这也是无可厚非的事情,她较自豪也是应该的。 只是希望后面的选秀节目,能够以实力出道,而不是粉丝投票来出道吧,这对于那些没有录人员的实力选手是很不公平的。 你们如何评价呢?